大片韓粉聚集高雄展覽館 参加升旗典禮 不过仔细看 这一整排国旗怎么看怎么管 其次有青天白日满地红 旁边多了一个人头肖像 上面印的是韩国瑜的人像 举手握拳头 底下印着HAM韩的姓氏 而这面国旗也被改良 变成三角旗 不应该把国旗跟候选人绑在一起 太造神了 然后我觉得有点太奇怪了 国旗就国旗 代表国家地位的国旗 被改版变成韩国瑜造势旗帜网路 一片踏发 痛批韩粉玩过头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 敢把自己的头放在国旗上 把自己拿来与国家 放在同等的地位 独裁兼渔民造神 更有网友痛批涉及毁损国旗 搬出法条 国徽国旗出法律另有规定外 不得坠至各种符号 韩国瑜 韩国瑜 韩粉改良国旗不是第一次 六号里加分三峡浮选 韩粉就在国旗上印着韩战两个字 时间再往前推 九月十六号 韩国瑜钢山参加活动 驱攻所外高挂的正面国旗 上面加印 阔民所苦唯一支持 韩国瑜的名字 人像与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重叠印在一起 国旗被加工没问题吗 特别设计的商品呢 其实都是用国品的背景 去配合一些图片啊 或是人像这种创意 那如果说是回损国旗罪的话 难道这种设计创意的人都有罪吗 把国家 矮化成为一个 个人品牌的象征 我觉得这个 不是对台湾好的事情 而且韩国瑜也不是什么 正面的形象 国旗等同国家 被韩粉加工 变成韩国瑜专属旗帜 也被质疑根本是造神造过头 三菱徒永泉赖鼻香 高兴报道